大家好 今天是4月8日 星期四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在復活節過後 跌一跌 今天彈一彈 整體咬了29,000點這個關口 其實是這樣說 3月底我已經一度跟大家強調 知識的因素我已經不去再看 不會再緊張 4月會迎來一個 較早之前殺估值的板塊 反彈修復月 所以一直跟大家去部署一些科技 和生物科技的大包吻ETF 整體這個部署我到現在都覺得非常適合 好像今天這樣 隔夜傳來騰訊大股東NASPRS大減持 但你見騰訊 其實跌得不夠1%左右 對於科子來說 沒有拖累 現在因為科子靠半導體再上升 所以今天仍然有升 ETF當然也受惠 生物科技方面 你看到康隆化成 今天它的升幅都很厲害 約榮其實這幾天都彈的 這些股份 你又可以靠上ETF的捕捉 整體我仍然關注恒生指數 只要站穩到29,100點 是上網30,100點 暫時來說市貨不差 外圍方面納指脫離了13,000橫行區 向上展開升浪 VIX的恐慌指數更加落到17 已經是沒有恐慌沒有擔心的預地 所以市況好好的地繼續去部署科技 和生物科技股的跌浪反彈